人体神经系统包括 脑、脊髓、神经 脑和脊髓是整个神经系统的中枢 可以向指挥官班指挥神经传递讯息 脑是人类一切活动的总指挥 脑可分为三个主要的部位 大脑、小脑和脑干 大脑分成左右两半球 左半球控制右半身的活动 右半球控制左半身的活动 大脑表层又可分为许多区域 分别主管、运动、感觉、语言、记忆和思考 小脑的功用在协调全身肌肉的活动 以维持身体的平衡 脑干的功用在控制心博、呼吸、体温及饮食外 也控制一些反射作用 如吞咽、咳嗽、喷嚏、眨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